阿里夫是在香港 大约200名孟加拉难民之一 他说在家乡遭到迫害后逃到香港 住在北部新界的简陋小屋 领取特区政府每月发放的 相当于不到300美元的租金补贴和生活费 阿里夫和其他难民说 这笔钱不够用 香港政府不准他们工作 他们迫不得已黑市打工 他们仍然为了探务他们的制裁 因为他们在其他人当中的制裁 他们禁止他们的用力 他们需要把务职务的 他们进入行的 他们要缓取卖的法 我们有没有未来的未来 我们没有未来的未来 我没有未来的未来 在香港在哪里 我们有没有不来的 我只是在家中的生活 所以我们只是在我们的生活 我们已经在家中的生活 中的生活 我们还会有很多能力 很多国家人是在家中的生活 他们也有很多能力 难民住在用金属片搭建成的小屋 不仅要承受夏天的酷热 小屋结构也不安全 根据香港现行政策 到港难民由联合国难民署甄别身份 确认为难民后安置到其他国家或地区 不过在今年3月和去年12月 香港终审法院裁定 香港特区政府必须根据美意起个案 独立评估难民申请 不应该完全依赖联合国难民署的甄别 现在我们正在通过一段时间 RSD是由UNHCR到政府 所以这是一段时间 我们不知道这将会发生 关注香港难民的组织希望 在斯诺登事件令香港备受世界关注之际 特区政府得借这个机会 制定公平 有效和透明的甄别难民制度 感谢大家感谢大家感谢大家感谢您的 再见 请问您 Di咨诺 要不要打算 中国人 地区 中文 建议